情况怎么样 可能是饮食或者药物刺激 引起的肠道功能紊乱 进而引发肠套叠 当然也要排除病毒感染 去追一下血检结果 不用灌肠了 得马上手术 通知病人家属 准备手术室 家 家属 又跑了 什么 喂 我去哪儿 准备了 刘志光来电话了 说小白菜的妈妈不肯来 凭什么呀 我们日夜给他看孩子 他到现在为止 医药费一分都没出过不说 连这谢谢都没有 这抢救过来了他来要了 病情一触点变化他又跑了 这种人的孩子我们怎么管呀 反正手术没有家属的签字 我们不做也没人说什么 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先上报保卫科 有保卫科呢 跟警方联系一下 对吧 然后呢书编做个报告 就说这个患儿是被家属遗弃的 然后再由警方跟民众动靴联系去 看咱们医院啊能不能按气瘾处理 这样罪懵统 对 就告他个仪器罪 这次我们不能心软了 反正我不管你们怎么走流程 手术必须马上做 念初 你可别忘了 这孩子现在还不是气瘾 人家秉人家亲生家属没签字 你这手术怎么做呀 长套爹手术我也不是第一次做 该怎么做怎么做 不 我知道你这人啊 心好你想救这孩子 可是你可别忘了 这患儿的家属可是有前科的 到时候你手术一切顺利 那没问题 如果万一有一定半点的差错 这家属从什么地儿 蹦 冒出来了 到时候拿孩子来额钱 或者是找你寻仇 我跟你说 这不行啊 我不能让你冒这风险 这孩子我就定了 因为我要收养他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 一回事 我自己救自己的孩子 谁也不用劝了 那就算你要收养这孩子 你也得等民政部门批啊 批多长时间你能知道吗 谁跟我上 林大夫 我当你的医柱行吗 林大夫 我也想上 小肠套叠 少见 也更难复位 耳朵重吗 量一下这段小肠多长 现在看来已经坏死 得切 二十公尺 二十公尺 只要眼水杀不失敷 我知道 这段小肠 将近是孩子 整个肠道的一半 如果切除 会导致发育落后 小白菜太可怜了 先是没有了妈妈 然后又遭这么大的罪 检查一段小肠 先询查这段小肠 检查一段小肠 检查一段小肠 好 检查一段小肠 主检查一段小肠 因为我替我 资 determ 相当大肠 第二段小肠 我就是 我鼓口 再烫一些 好吧 万一关斧了 持发坏死怎么办 每个手术都有万一 现在肠管的情况来看 腹位已经基本正常 而且没有明显的坏死和栓塞 将来好和坏各五五分 现在保住肠子的话 孩子将来有可能和其他孩子一样 一切正常 我们为什么不搏一下呢 可这是百分之五十的失败率 如果有家属签字同意还好 可是 盲肠无忧动 不用做固定 栏尾无病变 不用切除 如果盲肠和栏尾都不需要处理 可以准备官复了 如果是一位置信心 就好 如果是一位置信心 最后一位置信心 二位置信心 一位置信心 人之下 再继续 一位置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周大夫 准备关复吗 等等 你看 这在肠壁上有一些水肿 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微小肿瘤 你是说 怀疑肿瘤引起的肠套叠 误排除这个可能 毕竟我们到现在 还不知道肠套叠的起因 谨慎一些比较好 可是我没有看到肿瘤 肿瘤可能隐藏得比较深 我看了今天的手术牌表 你们科的主任在八号手术室 你去问问他能不能过来看一下 也好 去请一下王主任吧 他一小时医生说话没分量 到时候还得你自己去 这都耽误时间 好 那我马上回来 林大夫怎么走了 怎么换周大夫主刀了呀 是不是 就是吵 吵架了 这不可能 在手术室里都是主刀说了算 就是别人有意见也只能服从 谁让这主刀的担任责任呢 李陈墨 帮我关父 不等王主任 根本就没有肿瘤 没有肿瘤 你以为这个我还没有把握吗 那能干吗让林大夫去请人啊 一块手术记录这么紧 林大夫和周大夫 就是否保留 活力可疑的场馆发生分歧 十点十九分 林大夫去请示上级医师 在此期间 周明主任发现 场馆色泽逐渐恢复 建议保留并关父 手术记录没有意见吗 那出了手术室 就别再有第二个办法了 走 见 周明 趁林大夫还没回来 周明 趁林大夫还没回来 我明白了 这个钟明 我去跟林老师说吧 我自己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